今天要介紹這支程式是我寫的 它主要是加快人在複製或是貼上這些字的時候 或是在用其他輸入法的時候更快 這個主要是結合數字鍵 數字做一個分類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這些都是 我這個程式中間是有個框框可以讓你去分類 可以自由讓你去分類這些字 然後這個是由程式呼叫出來的 它今天主要是一個是動詞加受詞的部分 所以這些不會影響到你之後所新增的部分 這是我之後所新增 可以看到程式中間是有一個很像知名的網站 它是可以留訊息在上面 你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之後呢如果一直新增下去的下面還會有 那主要是教導大家今天是 這個中間上面這塊部分呢 你可以打英文 它可以有個字跟提示 然後你繼續按這個 這是按的 可以繼續按 按Enter下去之後它就會儲存 它會儲存在這邊 形成一個很像樂稿的框框 你可以拖曳上面 不要拖曳到字 可以拖曳到旁邊 它就會依照你所拖曳的這個部分欄位呢 要做一個先是一個mark 一個圖案這邊標記 之後呢你再按一次Enter 或是重新整理之後呢 它就會儲存進去 像我們剛才就已經有儲存這個 那我們今天這個ador也是 它是動詞加售詞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ador 所以可以把它加添在這邊 我們先不管它 還有ador它是崇拜的意思 然後adopt 看看這邊有沒有 這是採納意思 我們把它加在這邊 因為它也是 我們想要分類成動詞加售詞的部分 所以等我們添加進去以後 按Enter或是重新整理 它就會 進入進去 那我們可以看 有ador跟adopt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要動詞加售詞 所以我不要這個 這邊欄位是由數字組成的 可是 這邊程式廟的地方說 你可以添加一些標籤 未來你在按的時候會比較快 比如說我按這個 虽然ADJ它就會出現1 是因為這個欄位是1 然後它是由ADJ取代 當我在按另外一個鍵的時候 它就會出來它的順序 按backspace 就是 倒退鍵它就會消掉 那我們今天是要交這個部分 我們因為欄位 不要這個ADJ 我們可以到程式這邊 然後把ADJ這邊用滑鼠按過去之後 然後我們再添加一個刪除完畢 那我們現在按這個刪除完畢之後 其實可以看到它應該是有消掉 因為它這邊程式 我們添加太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再添加一個 把它全部消掉 然後重新添加一次 可以看到原本這邊有一個ADJ的部分 就沒有了 那我們今天要新增一個 我們一樣是單位1 那我們希望它是動詞加壽詞 所以是verb 比較快 也可以打中文或英文或日文 動詞 加壽詞 加 記憶R 加 壽詞 壽 壽 詞 然後這邊有個按鈕 創 我放大一點 好按一下 之後呢 它就會出來了 有沒有 動詞加壽詞 就是這塊部分 所以當我們按一下的時候 它就1就跑出來 然後我們再按隨便一個鍵 它就會 索引出來 我們按 然後我們再按1或2 可以選擇 它這邊就會自動幫我們打 這個是它的妙的地方在這 然後你也可以添加欄位 比如說今天的日期 你也可以加 今天是AUG 然後它是13號 所以你可以新增 或是刪除樣 用滑鼠去按 它就會刪掉 它就會刪掉 有沒有看到這個AUG13 就是今天的日期 Aug 到13th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這邊 這個程式也有MEMO的功能 就是讓你去 呃 添加之後呢 你可以 呃 找出來你曾經 有記錄過的東西 在這邊 這個是程式的妙的地方 你不管是程式 你可以添加或刪除 這邊按一個清除中 它就刪掉了 或是你覺得一個一個按這個 很不方便 所以你可以直接 再按這個 選擇 直接用打的 也可以 然後打完再按一個 呃 這邊 然後再按 重新整理 看我打了一個字 我應該 我覺得它應該會出來 有了 有個FED 這個出來 或是你可以輸出 JSON檔 JSON檔 會符合其他程式 是 用的 所以你可以 直接按輸出 或是清除下欄 它下面就會清除掉 這邊有個MEMO 它會記錄你曾經做過哪些事情 黏稿 3 4 7 感谢观看